那麼今天考的數學跟社會科解題老師認為 今年的數學還算簡單 不過社會科則是相對比較難的一次 尤其時事題是變多了 包括了少子話還有臉書等等議題都有出現 今年基策數學考題解題老師認為並不複雜 維持一開始比較簡單 後面比較難的分布 計算比較困難的只有三題 間別度可能比往年低一點 拿公分非常容易 我是覺得說有來考這次考試的同學會有一種感覺 就是他過去的辛苦總算是有代價 而在社會科考題上不少社會現象都入題 像最近市場上專門為年長者開發的產品越來越多 這屬於什麼現象 答案是平均壽命提高人口結構改變 另外課徵能源稅的影響等等 解題老師認為題目是這幾年來算比較難的一次 今年考的議題都是很精闢路道的 那是很漂亮的一個題目在 所以真的前面的分數要拿起來的話 真的要花很多很多時間在判斷 補教老師也建議因為今年免事名格多 要參加登記分發的人數會大大減少 還是要等到最後公布的PR直出爐才能做出最好的判斷 儘管今年機策只辦一次 不過教育部表示 單季分發放榜日期跟過去辦兩次機策一樣 都是8月8號 記者 臨近美 劉漢林 台北報導